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辯論比賽 今天的辯論是社交移民能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比賽雙方為正方馬利諾修遠學校 對反方特帥男書院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雙方辯論詞 首先是正方主辯楊凱晴同學 正方一副副凱琦同學 正方二副林永彤同學 正方傑辯林浩臨同學 王浩臨同學 接著是反方主辯吳卓雲同學 一副林澳仁同學 二副溫子喬同學 傑辯郭惠成同學 而我們今天都很高興請到三位評估為我們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會資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正居老師 英華書院辯論隊教練黎制森老師 加密柏語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王文傑老師 現在我為大家講解今天的賽規 今場比賽分為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和結辯總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發言之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的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之後 正方一副接著發言 等反方二副發言完之後 就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之後 就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了台上和台下發問之外 每次發言時間前30秒都有一丁提示 我會用人釘、人聲、釘去提示 那時間就有兩丁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就有連續幾下提示 叮叮 那詳細的賽規已經早前發送給對賽行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作菜 那大家 我說請台上同學準備好 請他們主席時宜的話 你說聲可以 之後我先開始計算 好現在請正方主便 第四分鐘拍攏時間 準備好等同學時宜 可以 定 最後各位大家好 對討論辯題 最先要了解兩樣東西 第一 社交媒體霸權 是指社交平台為自身的利益 去損害用戶利益 例如為了賺取更多收益 選擇出賣或者是存互私人 有支援 推出新條款 和公司Facebook分享用戶資料 不接受的話就會終止他們的帳戶 另外一種霸權行為 就是因為社交媒體或者營運人的政治 個人立場 剝削用戶的言論自由 例如是隨意特朗普 煽動騷亂 本教訓金區的帳號 又或者是2016年高登金 用戶提供競爭對手連登 以保護自己的平台利益 第二 什麼是社交移民 社交移民 即是大量用戶摒棄原先的平台 轉去新平台 而原因可以很不同 在2000年的時候 通訊連結ICQ 都有好似Facebook 現在是香港的地位 但當MSN出現之後 就為功力深穩 大批用戶遷移去軟件 M2 平時取代MSN Facebook取代Sengar一樣 大型社交移民的效果 足以威脅原先平台的營運 而當平台的用戶大跌 MSN的公司宣布停止開發 Sengar倒閉 ICQ沒有人容易 是一個名存失望的狀態 從上面兩樣的 我們可以得知 社交移民 即是用腳投票 用戶用過當 去告訴原平台 我不滿意你的功能的時候 就可以隨時走入 從而到原平台思野 Sengar可以帶來兩個情況 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第一 淘汰救平台 其實最直接去對抗霸權的方式 就是去淘汰去 令到它的影響力不在 不需要再會在它的霸權底下 就像高登之前 是香港最大的論壇 有30萬個會員 但是去到2016年的時候 因為高登涉及蝕露會員私隱 恐嚇會員把資料轉交給政府 無論封禁用戶的帳戶 一趕到去的競爭對手 連登就會被封禁 任何留言 只要轉載連登兩隻字 就會被封禁 所以令到原本平台 用戶領起勞組 針對高登的原有問題去設計連登 基本上沒有任何言論自由限制 可能只是有色情露點的照片 才會去刪除等等 於是很快大批用戶就轉用連登 而根據高登官方網站 以及連登的API資料顯示 移民潮的初期 連登的貼文數量大幅上升 如果每天有2400篇 比高登的約600篇多出至近4倍 直到現在 香港的主流論壇已經是連登 不是高登 當社交移民 導致原生的平台被時代淘汰 它沒有人用 和死者是沒有分別 因此它的霸權行為都會隨之消失 第二 原平台退讓 大批用戶流失是會減少到原平台的收入 威脅到原平台的存亡 所以社交移民會令到原平台退讓 改變或者收回不必認同的條款或者措施 英國衛報指出Whatsapp在修改條款之後 即時流失了數百萬的用戶 印度國民更加大肆宣傳呼籲Whatsapp用戶轉 去其他平台 例如Signal、Telegram等等 結果Whatsapp由原本通知用戶 或一定要接受條款 不接受過就會刪除帳戶 變成一方面壓後了政策的限期 和存在或一定會刪除帳戶 變成功能逐漸停用 而今日之所以Whatsapp還有小部分的霸權效果 就是因為社交移民還不像之前MSN那麼大規模 只要Whatsapp不全退讓的話 移民潮亦都會一直繼續 最後會和MSN一樣被時代淘汰 霸權都會一起消失 謝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39秒 沒有超時 無需9分 那評判留意一下可以直接寫在那個分子上面的 還有對方組合局是你們的名字 好 現在我們有請樊方主編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和主席試驗 準備好可以和我試驗 試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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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人和我提出MSN轉去Facebook 或者ICQ轉去MSN 這些都是社交移民的行為 但事實上是否這樣的 MSN我們看到為什麼會沒落 是因為它自己的科技做得太差 它用戶的科技已經追不上潮流 而反而面書這些是運用戶聯網的方式 而不是像以前的MSN一樣 舊友和這些已經落誤了的科技的時候 自然的人就會因為要淘汰舊友的科技而走到Facebook 而不是像我剛才所說 是因為社交移民 是因為要對抗霸權才做出的行為 其實社交媒體霸權不含兩個要素 第一 社交媒體公司於市場內佔壟斷地位 第二 社交媒體公司透過運用權力 對社會大眾帶來負面的影響 而今天要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可以從一 抗衡壟斷地位 或者二 減少社交媒體造成的控制 在這兩方面出發 要衡量今天辯題是否成立 就要看看社交移民能不能做到抗衡壟斷 或者打擊霸權 第一 缺乏可行性 近年兩個社交平台面書和WhatsApp都傳出私隱問題 從而衍生出相應的代替品 Miri和Signal 2020年12月社交移民潮開始至今 他們的活躍用戶都只得分別1500萬和4000萬人次 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對比WhatsApp和面書超過20億的活躍用戶人數 根本就微不足到 甚至面書即使經歷所謂的移民潮 用戶數量不跌反升 和移民潮之前比較增加了6000萬 好見近年炒得最熱的移民潮過後 面書和WhatsApp的地位根本無可陷動 即使用戶有不滿 面書WhatsApp使用人數言居高不下 原因是因為用戶擺脫不了這些媒體的習慣 美國士丹特大學心理學講師Ross Podrick表示 當人類長時間接觸同一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傾向維持現狀 不希望作出改變 應用於變態的社交媒體也一樣 大部分用家不會願意踏出第一步去適應新媒體 就算譬如Signal和WhatsApp功能一樣 而Signal標榜自己不會收取用戶資料 讓移民的用戶都是少之又少 可見社交移民最佛可行性 不能威脅到社交媒體壟斷局面 繼而對抗霸權 第二 缺乏阻嚇力 總共同學今天很天真期盼 社交移民可以向WhatsApp施壓 令到社交媒體霸權放棄的政策或欺壓 然而社交移民根本無力迫使社交媒體放棄 去傷害用戶的舉動 只會影響到他們的盈利或以法例約束 才能令社交媒體改變他們的政策 例如是近期WhatsApp推出的私隱政策更新 表明將會和面書分享WhatsApp用戶的資料 消息傳出後 有用戶好像有方說 因為擔心私隱不受保障而棄用WhatsApp 轉用Signal 向WhatsApp施壓要求撤回決定 但是WhatsApp仍然不肯讓步 結果現時大部份國家的用戶 已經在上星期的限期前 無奈同意了新的私隱條款 相反 歐盟早前引用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的法例 向WhatsApp施壓 表明WhatsApp要求用戶同意 WhatsApp分享資料 是違反歐盟法規 迫使WhatsApp讓步 容許現時 歐盟成員國的WhatsApp用戶 獲得寬敬 不需要同意新的私隱條款 由此可見 法例約束才是成功抵抗霸權的方式 再看面書 2018年劍橋分析事件後 面書人朱克伯格被召上國會山莊 既然因為非法獲取資料 被罰款50億美元 有見及此 面書在2018年決定 宣布重新對應用程式展開審查 以限制第三方應用程式 取得用戶個人資料 可見社交媒體之所以改變 不是因為用戶的反對 而是他們知道 如果自己不改變 就會被政府告上法庭 令他們損失慘重 所以才會就辦改變政策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社交移民是有用的話 為什麼WhatsApp的政策 只是將這個限期 退後了三個月呢? 多謝 然後我們會進入台上發文的環節 先由政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是一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時間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十五秒 會有一丁特殘 大家聽到丁的時候 就不用急著出來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政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是一樣的 每邊都有一次提問 和一次回答的機會 雙方有沒有問題? 好,沒問題 那評判請你注意 填寫台上發文分子的時候 要留意填寫的簽後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文的分數 那我們現在先請政方 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文 你準備好可以和我善意了 可以 明 各位大家好 今天質疑為何Facebook在移民前之後 用戶不跌反升 其實Facebook今天用戶不跌反升 只不過是因為它社交移民規模不夠大 才用戶才會這樣 就正如我跟著念所說 有另一個例子 香港高登討論區之前 因為涉到私隱令大量的會員 轉去連登討論區 而連登開始運作一個月之後 同日平均的回覆量已經是高登的7倍 高登就今天淘汰了 不再是香港的主流論壇 而WhatsApp也是因為 在私隱條款之後 引致大量用戶轉移到Signal等等的平台 在壓迫之下它們都退讓 例如延遲限期等等 請有分論證為何這不是一個有效 對抗社交媒體的效果 謝謝各位 好 現在反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全都在上 有用戶 讓我知道 充滿優秀 有減秀 有減秀 有機構的 對抗社交渋 都不會是失敗 但應該是在每個題 就不成為 入憑 此 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班的大学生或者学生或者青少年是否造成一个垄断的局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以前的讨论区我们有baby kingdom 有香港讨论区 这些很多不同的讨论区 究竟高登根本不是一个霸权影响不了很多人 但就算它真的是一个霸权也好 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在联灯或者高登上的人依然在骂林祖信 依然是骂他们的私生授受 为人家的言论自由 请问有方和我 这个社交移民动作走到联灯之后 高登的用户他们的权益有没有继续被侵害呢 我们看到是有的时候 怎样可以好像有方和我这样说 做到对抗霸权呢 听听听 好 现在第一条发问完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愿发问 准备好开头华事件 实际ally听听听 可以 可以 定 其实评判继续给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并说 现在很多人不满面书不满WhatsApp 但是今天我们方看到 根据2021年4月的Hood Street的调查 我们看到原来面书和whatsApp 都现实大家最喜爱的社交媒体 所以才會導致面書禁的人數不跌反升 經歷移民潮之後規模好像有關堂這樣說不夠大 所以想問有關堂的就是當面書做了這麼多東西 偷人資料賣你資料之後原來規模移民潮都不夠大的時候 請問有關堂在你眼中什麼時候移民潮才會夠大 能夠威脅面書能夠對抗到霸權呢? 謝謝各位 現在正方同學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謝謝 好 準備時間結束 好 現在請靜峰主便再談 下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很開心的事件 可以 謝謝鳳凰的問題 鳳凰就跟我們說究竟Facebook 他們要什麼時候才能達到對抗社交移民 社交霸權的效果 但其實今天我們看到明月1月 Facebook的用戶人口普查都已經說了 現在用戶已經剩下五百萬 而且他們的活躍度都低了很多 其實我們看到如果再過幾年 社交移民繼續發生的話 其實的確是可以抵抗到社交媒體霸權 再者我們今天看到其實 之前全港人都在用性格的時候 都沒有人會想過有一天會突然沒有人用光 其實大家轉色用另一個評論 不是不可適合的事情 以前已經有很多例子可以淪淨到 謝謝各位 現在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一副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有準備一個時間 有準備一個時間 有聽到嗎 準備一個時間 可以 謝謝 先回應回有方所問的Facebook退讓的事件 就是因為他知道現在自己需要 一些人物不容易他們會走人 所以他們退讓 作出退讓 是希望可以留下這些用戶在這裡 否則就會影響到他們本身的營運 他們不想折迫 所以他們退讓 今天有方沒有反對過 不是反對社交移民會對媒體帶來壓力 或者是威脅到他們的收入 只是針對Facebook的個別例子 Facebook霸權之所以仍然存在 只不過是因為社交移民規模 不夠大 對抗不了 他現在有用戶30億人 如果當中一半的人 都去了Miri 去了Twitter 那就會影響到他的廣告收入 因為他的廣告收入是佔98% 如果沒有人看他的廣告 他又怎麼賺錢呢 如果他賺不到錢 他就會倒閉 而這個Delete Facebook這個活動 是保護個人私隱的運動 也都受到大眾關注 只是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言論自由 會被收窄 所以開始尋求替代品 由於Miri的操作和Facebook非常相似 自然就吸納了不少移民 官方數據都說 Miri的用戶數量是激增超過93% 況且Facebook用戶數量龐大 沒有可能一晚之間就完成移民 要達到社交移民 至少要以連計 如果大部分人都移民到另一個平台 不再留在Facebook的話 那些廣告商 自然就會在人多的地方下廣告 在這種情況下 就會影響到Facebook的廣告收入 如果他們不想像Sender一樣倒閉的話 他們就要退保 他們有方又說 法律可以解決到八卦問題 而不是一班人要轉去其他地方 有方沒有反對過社交移民是有效的 只是提出過另外一個方案 但是就好像香港01訪問裡面 私隱專員鍾麗寧都說了 Whatsapp的條款都有很多問題 但是不屬於犯法 所以有方如果不屬於犯法的話 他們怎樣才能解決到社交霸權的問題呢 所以當如果這樣會不會 他們走人的時候 就等於他們的廣告收入會低 他們移民不到就會倒閉 就像TVB和ViuTV那樣 社交移民不是橫空出現的 是需要時間去累積 所以當社交移民規模夠大的時候 就會有影響力 其實人們說的霸權 TVB都霸了十幾年 但是當時一直都沒有說 其他選擇可以選擇 所以他們就只好繼續看 但是當我們去到2021的時候 ViuTV做得越來越好 吸引了很多觀眾 又或者是很多廣告商的時候 TVB就怕得馬上換了高層 就很開心 但還是去吸引年輕人回來 所以的確我們看到社交移民是有效果的 想問有方同學 我們看到聯燈去取代高燈 當高燈沒有人用的時候 它就沒有用戶 它更加不會賺到錢 最後就完全被聯燈去取替 請問社交移民規模 當一個平台都倒閉了一顆的時候 你又怎麼會存在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難分48年內消遜 不少扣分 现在我写反方一副 你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我会和我示意 各位大家好,有方刚刚出来说 社交移民需要时间累积 刚刚开始所以未成气候 但有方同学想问你 移民刚刚开始都未成气候的话 那几次才会成气候? 有方正方异负要出来解释 再说,今天有方同学不断说两灯的例子 今天高灯和连灯针对的 根本是少数年轻人用户 根本不是霸权 规模根本是很小型 即使有方不断吹捧的连灯 都被人说是几千人在围绕 今天两灯的用户 跟Facebook和WhatsApp这些霸权根本差天共地 用户人数根本不足以令高灯成为一个霸权 所以今天高灯能打倒是因为他不是霸权 和Facebook无可避之处 所以有方同学不要再偷换概念 说今天高灯能打倒就等于霸权能打倒了 再说今天即使是高灯的创办人 即使是时子 今天都是被人说他和政府撕相受受 根据有方对霸权的定义 他仍然在选择用户利益 霸权仍然存在 想问有方两灯的移民究竟对抗了什么 再说有方同学戴上头盔 说今天坦日我们可以像MSN、ICQ等 这么大型的移民 我们就会成功对抗霸权 今天有方同学你也说了 主便背景说了 今天他由ICQ、MSN再到Facebook 是因为有新穎的科技所以会移民 今天Signal 只不过是对抗霸权的替代品 有方一虎也承认了他的功能相似 毫无科技进步可言,两者根本无可避之处 所以有方不要再偷换概念 否则只是论证着科技发展有助对抗社交媒体的霸权 再说有方其实整条主线建议四个字移民成功 有方一开始戴上头盔 说社交移民潮刚刚开始,迟些会成功 但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呢 有方说用户人跌了五百万,所以就威胁 没错,他是少了五百万的用户 但同时也多了六千万个新增的活跃用户 究竟对抗了什么呢? 可见说穿了有方同学抽空现况 都是因为他们心知社交移民不可行与现实不符 整条主线都是靠股 你可以估Facebook用户人数会进一步下降 我都可以估Miri不成气候 跟星期三去买码其实是毫无分别的 当然有方同学主线要成立就不能一美靠股 要拿回数据出来解释 社交移民在过去几个月有多成功 在将来为什么会成功 或者变题必然不成立 再说有方同学说 少数人移民已经可以逼使WhatsApp 押后私隐条款的接受期限 可见如果有些人大举移民 就可以瓦解并对抗霸权 但问题来说 第一有方同学这个直线逻辑的前置是移民成功 但主编和刚刚也解释了很多次 根本这个前置是不成立 所以有方同学也论点根本是说不过去 再说其实这个WhatsApp是否真的退让了呢? 今天全球的用户全部都是要5月15日接受这个不公平的用户私隐条款 不用接受这个国家是什么?是印度 为什么?原来因为都是政府私压 可见今天星斗市民做事根本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盈利 去影响他们的决策 所以我们同学的第二个论点根本不足以影响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政府规管向他私压 所以今天变题绝对完成了 多谢各位 男方一副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超时无需纠分 接着我们请政方二副 有3分钟时间准备好可以和事业 可以 谢谢 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应主题 Jimie跟我们说MSN只不过是旧有的功能 而它之后的新平台有新的功能 有比较新运的功能 所以人们才转过去 但留意一下 我们用的这个例子只是带出社交移民的效果 并不是说它有效 不是说这个例子是大权的例子 所以有方同学也要注意 另外有方同学跟我们说高登不是霸权 提醒一下 高登当时的讨论区饮食台主高登女人 因为被人起底 因为多种原因封禁了大量的高登会员 相关的帖子也被删除了 最后的2013年6月13日 大量高登会员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封禁 帖子更加被删除到400多个 令到高登的人远升再到联登就崛起了 称为有方同学删除账户 删除账户 这些冲禁的账户是否删除呢 这个时候纷纷的人都转过去新平台联登 就算之后高登CEO林祖胜公开道歉 这些罢纷都表示无意回归 由此可见社交言人是施与压力给原平台 打压到社交媒体霸权 只要有人不满意霸权行为 就会有人建立新的平台 只要有人不满意霸权行为 就可以过档新的平台 反而有关于论证可以听 为什么没有新平台并没有人会过档 而且高登是一个霸权来的 第二件事一步跟我们说 究竟Facebook何时才成气候 其实今天有风和我犯了以下的两个错 他才跟我们说Facebook这个未成功的例子 想问一下有风和我 在WhatsApp去认识 Miri高登去 这些有风和我为什么成功的例子 一点都不说过 第二件有风和我犯的错 就是没有回应过社交移民的成效 昨天有风和我说了什么 他说Facebook这件事未成气候 但有风和我其实 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其他社交媒体霸权 我们成功的例子 只是在说Facebook这个例子 所以说就是有风和我觉得现在规模不够大 我一句都已经说了 如果今天有风和我奢求他几个月 就要完成一个规模这么大的社交移民 根本就不合理 用刚刚我们主编的例子 ICK和MSN都不是几个月几个万的事 有风和我现在是一个30多亿用户的平台 你想想当那30多亿用户15亿 20几亿都去到另外一个平台的时候 整件事就会很不同 打工就这样影响着他的收入 因为Facebook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来自他的广告 几乎是占了整间公司的收入的全部 所以当他的用户全部都已经在另外一个平台的时候 广告商自然就不落在Miri 都不会落在其他更多用户的平台 Facebook没钱了 没钱没钱赚了 所以当他的用户人数直接影响到他收入来源的时候 只要他的社交移民规模够大 就可以有效对抗到社交媒体的霸权 有风和有跟我们说 现在很多人仍在依赖Facebook和WhatsApp 所以要去另外一个平台是很难的 但其实有很多风词 例如ALL会发文呼吁大家移民 例如借曬皮 苏永康等香港地道策划师 都会推出Signal专用的帖子 所以问一下这些就是那些乘客 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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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 范芳正方义库发言时间为3分09秒 好超时不需扣分 好现在请范芳义库 你有3分钟时间 准备好可以同学时议 试违试违可以 叮 评认评认识大家好 今天来到义库的位置 有三条问题很需要思考 一条问题究竟何为一个霸权 有方说义库终于承认了 MSN并不是一个霸权 所以有方说 社交移民潮之前成功倒塌MSN的霸权 这个例子已经不成立了 还有什么例子 有方说联登成功对抗高登这个霸权 有方就明白了 究竟高登是否一个霸权 当时有这么多的讨论区 例如是BB kingdom 香岛 这么多讨论区时 究竟高登是否一个霸权 甚至乎 我刚才来说 原来高登的用户很少 连登现在都被人说是几千人围绕 这么少用户的时候 那就打倒了 原因就是因为用户少 所以能够很成功转移用户 去第二个平台 但面对着面书 WhatsApp等20亿用户时 请问有分学 高登的规模和这些真正的霸权 差这么多的时候究竟是否一个好的例子 因为有分学到这一刻也论证不了 所以今天有分说的MSN 连登这些例子 已经不是一个霸权 有分论证不了这个正常书 第二个问题就是 究竟现时现况下的霸权 究竟社交移民 是否一个好行的做法 今天有分是一副就和我方说 面书没有了500万用户 就说很惨 但是今天我方和你说了 总用户人数多了6千万 我方就不明白了 用户人数多了那么多 仇正就了一点 你今天就了500万 是否真的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 我方认证不了 有分一副很天真 就是说面书要有用户走 今天会很不开心 就会想做一些改成措施 令到他不做一些霸权行为 所以有分堂 你走到500万之后 究竟面书做了些什么呢 究竟面书现在有什么行为 是真的能够 让人看到他不想做一个霸权呢 而今天之所以我方认证不了 就是因为面书根本没有再有任何改变 因为用户人数还不断增加 而今天我分堂 今天二副都立场退 二副就说 我方认识没有看面书 去看看Mivy和WhatsApp的成功例子 但今天我方认识了 究竟Mivy和WhatsApp有多么成功 Mivy现在用户人数4000万 面书28亿 请问有方讨如何威胁到面书 甚至乎方讨论WhatsApp就很成功 他怎么说WhatsApp很成功 他就说因为在WhatsApp 看到一些人想走去信号 所以就肯去延迟 这个私隐限期延迟三个月 我方讨论延迟了三个月 怎么会是一个让步 是否对抗到霸权 原来今天上星期来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 已经要无奈去同意这个新的私隐条件 究竟社交移民 有方讨论这些潮这么好的时候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去同意WhatsApp新的私隐条件 但有方讨论不是的 移民潮现在还是做了一会儿 可能将来会更劲一点 但我方讨论了 发生了这么久 Facebook在16年的时候干预美国大选 到现在都成五年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面书呢 今天方讨论的WhatsApp 其实大家都会明白 就是移民潮是一开始最厉害的 这些史上哪有移民潮是会 最初很慢然后逐渐越来越成功呢 我方讨论了 所以今天说到最后 就是我方讨论都知道社交移民 在严谤之下 面对WhatsApp 面署等的把权 根本完全不可行 所以今天最后一条问题 需要问的是 这样怎样才能威胁到真正的把权 我方讨论是要用政府的干预 今天看到WhatsApp 面对社交移民不肯去让步 但是看到欧盟说你这个新的条款是违反法规 所以就令WhatsApp最后任何方讨论 为什么政府干预不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呢 WhatsApp各位 反方议赋发言时间是3分12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我们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排出一位辩元 向反方台上辩元提问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下排出一位辩元 向正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1分钟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想问一下反方 你们的台下发问在哪里 双方同学 是不是他一会进来 在这里 OK 看到没问题 好 那双方没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台下发问环节开始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辩元 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开同学事件 记住要开镜头发现的时候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对霸权的定义很合习 今天有方同学开出对抗霸权 就是要有法例去改变它的制度 但今天我方已经说了 只要你一会就淘汰它 一会就施压令它改变 有方同学只是针对了施压改变 那到底我们今天要淘汰是要做什么呢 今天有方同学自己开出两个标准 第一抗衡垄断地位 第二减少控制 而今天有方同学为什么觉得 高灯不是一个垄断平台 就是因为有其他平台的存在 包括baby kingdom等等 而今天有方同学的意思就是 有其他平台就不是一个霸权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社交移民 正正就是将一些原先在霸权的那些用户 改去另外一个平台 所以根据有方同学的说法 我们今天社交移民 是不是就是少了原先霸权的用户 令到它可以淘汰它这个霸权呢 多谢各位 好 谭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的影响 影响的人只是一班大学生 可能几千人围绕取暖 有方同学说如果我去深水埗买电话课 然后被人骗钱 他也是侵害我的权益 那又算不算是霸权行为? 有方同学在你眼中 我们看到有方同学说少了人 问我们是不是少了人就代表对抗到霸权 但我们看到什么?面书用户不跌反升升了6000万 就是没有少到 还有方同学所说 是不是更甚麽是有方同学说 如果少了人就代表对抗到霸权 是不是面书少了一个人 这样也代表对抗到霸权 从而可以令面书一决不振呢? 有方同学请多谢 现在到凡方第一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拆热时间准备好开头事业 可以可以 各位大家好 首先就是高灯的例子 有方是用错了资料的 其实以前高灯最有欢迎的第三方手机应用程式 正正就是链灯的前身HKG 但是后来吵架高灯才自己开过一个官方的应用程式 但用户已经用惯了联灯这个应用程式 所以它继续沿用它之后的论坛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社交疑问 有方主编出来跟我们说 社交媒体霸权的定义就是 只要平台为了最小的利益去损害用户利益 完全没有提及过平台本身的市场大小 或者用户人数等等 然而论点一又跟我们说可以淘汰旧平台 由高灯转去联灯 现在高灯转是否完全没有人用呢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不是仍然有用户的利益是被林祖顺剥削呢 是不是仍是符合有方对于社交媒体霸权利的定义呢 多谢各位 静方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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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邀方问我们是不是少了人用得很少人用就可以对抗社交爆团 是的 你说得真的对 这些正正就是符合了我们今天讲社交移民带来的利益 就是去离开这个原平台去保护自身利益的平台 那么少人用自然就广告收率就低了 收入低了就要作出退让或者作出改变 再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次 高登就是一个社交霸权 因为它是模糊删除用户的贴纸 是侵犯了用户的私隐和言论自由 那邮方都没有正视过我们讲的TVB和FuTV 看到FuTV做得大好是TVB 本来是一个社交霸权的媒体 它立刻要调高层和去弄开心大众 是吸引年轻人回来看 那这些是不是正正就是社交移民带来的威胁 压力和效果呢 谢谢各位 现在请正方发出第二条的台下8元 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你还要开机会和同学试议 是 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官同学就说 一些大的企业 例如Facebook、WhatsApp 那些一定要法律制行才有用 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大决不一定是要令一家公司 去一决不振 而是只要令到它不再是垄断地位就行了 在立法之前 人家就 那些市民就是要表达他们的想法 要成行社交移民 好像刚刚有方同学那样说 欧盟就是会因为听到大家想社交移民 而才会和WhatsApp 采取这个法律行动 令到WhatsApp 它有所退让 那我想问你 有方同学如果不是社交 既然我们根据刚刚这一个步骤 要有人发声 这些欧盟才会有 取得法律行动的话 如果不是有社交移民 有方同学觉得市民 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提出他们的不满呢 谢谢 好,男方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方向向台上订阅 转发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开同学视频 各位大家好 有朋友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发声 其实是没什么的 今天有朋友说 欧盟为什么会打击WhatsApp 欧盟打击WhatsApp 不是因为人们移民 所以欧盟觉得有需要 而是因为WhatsApp侵犯用户私人 违反了欧盟的法 有朋友说你违反了法 我就要告你了 有什么问题 跟社交移民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朋友心底里都知道 其实社交移民是没有用的 说穿了 都是因为你犯了法 所以我们要打击你 所以今天没有立法 而不是要社交移民 有朋友其实都承认了 今天变体是不成立的 再说有朋友很直线逻辑 觉得今天如果社交移民 使用户人数少了 收益就会少了 今天有朋友 你的辞职正正就是 社交平台的用户人数会少了 但用户人数有没有少到 为什么会少了 会如何少了 有朋友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有朋友 这个直线逻辑根本就不存在 有朋友再说 其实你跟我们说 其实立场不断退 一开始就说用户人数会少 之后义父就跟他说 今天社交移民很难的 给点耐性 去到今时今刻就跟我问 叮叮叮叮 好,现在请法方 作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准备好可以和阿思姨 可以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论点二说 社交移民可以逼使原本的平台 去修改的条款 不再是霸权 接着就用WhatsApp的例子 说他改了政策 先不说WhatsApp接受条款的限期 其实只要延迟了三个月 到最后都是要被迫接受条款 更加重要的是 条款其实只是由删除账户 改为逐步删除功能 那身份有方 这些功能没有了 和账户被删除 是有什么分别呢 再说 原来WhatsApp 在有方说完的移民条之后 根据eMarketer 在3月时候的调查 单在印度 都仍然还有接近4亿的活跃用户 想问有方 原来社交移民之后 用户仍然都会回来的时候 社交媒体又有什么有因 去修改条款 不选择用户利益 去结束他的霸权呢 都是各位 好 另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随便会 2019.1L7 2019.1L7 订阅 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拍出一位台上便宜作答,由一分钟拍热时间,准备好,请跟我说 - 可以! 叮! - 除了各位,大家好,多谢有方同一条问题,有方同我说话WhatsApp改政策,请问有方同我,如果他觉得一点威胁都没有的时候,一点压力都没有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改出任何政策,他会不会去退让呢? - 不会嘛! 这个正正就是社交媒体霸权的成效,有方同我认不得,有方同我其实经常都不听我们说,也经常都用错了的 - 今天有方同我们说,印度还有很多人使用的,但今天我们看回印度,东网港,国民自己会呼吁其他人使用Miri,Signal等等的社交媒体 - 也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叫删除WhatsApp这个活动,呼吁全部人都去删除自己的WhatsApp - 而且WhatsApp是沦落到一直在下广告,叫人一直留在WhatsApp - 是! - 请问有方同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呢? - 再来,有方同我们就跟我们说,说那些法律,其实有方同我先留意一下 - 今天这个面题是说的是对付社交霸权,但你说法律是一个新的方法来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个面题里面,谢谢各位! - 现在是结编的环节,伙方结编有一分钟时间备备,开始! - 现在是结编的环节,双方结编有一分钟时间备备,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你还想和他保持联系的话 即使好像跟我说 网络向人要求想你转有这个专用的贴图的时候 你依然一定要用WhatsApp 结果就是你所谓的社交移民 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表现 虽然Signal的用户固然是会增加 但是你用WhatsApp这一点 根本完全是不会改变的 到头来它的用户 不会改变之外反而会上升 不能够施压被有问题的社交媒体 做不到团结就质量的这一点 所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一定要完整地摒弃整个社交平台 才有机会做到不同的愿景 但其实说真的 就算有同学或者在座各位 都有用Signal Miri等这些新进社交媒体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我相信你们一样用平时 我们讲回的面书 WhatsApp等这些方法 跟别人联络 有些我说今天其实不要紧 我们慢慢来按部就班 我们就自然会做到 大部分人转去另一个平台 就会解决到这个社交媒体霸权 其实事实上不是的 就算我方承认 我方退一万步 承认社交媒体 社交移民的可行性 是可以摆脱社交媒体的霸权 现实上社交媒体 都只是会摆住一副 你这样做是不令我害怕的 这一副的面孔 就像WhatsApp那样 就说要跟面书共享资料 令到几千万的用户 投奔Signal 或Telegram 给华人口里面 最后的结果 只是WhatsApp 皇恩浩蕩地 然后用户接受条款的限期 三个月就是这么多 其实说到底 有可能我今天追求的 是否只是 然后三个月吃这件毒药 苟且偷生呢 有可能我今天就会说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令到 那些社交媒体的盈利受损 令到他们会改变的 其实事实上都不是的 2018年建桥分析 国会听证的时候 个人都说要剷除面书 个人都说要抵制面书 但当听证会完了之后 面书的股价 原来足足升了4.5%的时候 他盈利增加的时候 想问一位同学 究竟你今天做这些一年转据 有没有损害他的利益 其实都是没有的 其他方今天并不是在 贩卖招待的 并不是在说社交媒体 谁大谁我谁正确 这件事不可以被改变 不是说我们只能够 生活在这个霸权之下 而是要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况就是我们这一班的星斗市民和社交媒体 在谈判着的起跑线根本不一样 在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关注市英的市民大众 是无可能有任何的方法 迫使社交媒体做这一连串的方法 去改变这个霸权 而社交媒体也因为你没有这个意见能力 而变得不民不民的时候 这个是否今天我们希望的愿景 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要改变现况 我们要改变这个未来 我们就是靠我们在咬牙关去改变 去坚持下去 我们就会成功 我们都以为 我们这班星斗市民站在鸡蛋的这一方 我们面对着这个高场 我们都可以 很多很多时候 当我们出了很多声音 当我们做了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的事的时候 原来我们发现到现在 这还是未来 其实这个现况仍然是完全没有改变过 我们面对着的仍然是这幅高场 是一幅名乎其实的高场 正正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都要用这个社交媒体 正正就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正正就是因为我们的私隐 我们的资讯 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的时候 正正是因为我们的势若延兴 所以今天先要透过这个组织的介入 我们才能够使用社交媒体政治问题 其实今天最可怕的 只是我们不知天高地口 我们被蒙蔽双眼 我们看不见问题的出口 谢谢各位 正方杰变发言时间为4分13秒 无超时远缺扣分 现在请正方杰变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威 可以 叮 随随各位大家好 在以前电视撈饭的年代 TVV差不多独发了整个电视街 到2013年香港电视发牌失败 很多市民都不会以TVV一台独带 一直都想霸体 但当时并没有其他可以代替到的电视台 所以建设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TVV就无限谷制爱回家等等的剧情 直到2021年ViuTV出现了 提问了很多观众转台 都无限见到收视大跌 再加上越来越多广告商 在TVV下广告的时候 TVV立刻害怕到调换高层 和正开心大众来对这个节目 和我们对行 还说要吸纳不兴观众 即是说TVV的出现 已经有效对抗TVV一台独带的情况 其实今天变题讨论等的社交移民 在现实心目中 除了社交移民是用了投票之外 刚刚所说的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即是说只要用户喜欢 他们就会继续用那个平台 但相反只要他们不喜欢 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社交移民 转用另一个平台 所以大规模的社交移民 就会带来后果 也都可以威胁到社交平台 那就自然有效对抗到社交无敌核团了 其实我方今天试试的评委 都领证过很多例子 甚至香港的高登讨论区之前 那位洩露私隐 他加上经常突然放杀高登的会员 和删除他们的帖文 令到大量的会员转到联登讨论区 有方今天说 只是影响到少部分人 就不是社交霸权了 其实这个邏輯是根本很荒谬的 第一,高登洩露私隐 是影响到所有人 第二,不明白 为什么就算只影响到少部分人 洩露私隐都不扣成霸权 而我们今天的确是看到 高登在移民潮之后 被人淘汰了 那就已经认证了他是有效的 但有方今天很搞笑的 听完我方举过这么多例子之后 明明事实就已经放在眼前了 有方今天依然选择闹着眼睛 和再者各位说我什么都看不到 就觉得那些例子根本不存在 有方今天是假扮听不到 我方今天说的WhatsApp的例子 今天WhatsApp在属私园 尤其是引了调盘之后 除了研究下期之外 还改口风说 不会即时删除帐户 今天正正认证了 他退让了 另外有方今天正是斟酌在Facebook的例子 说他们跌了500万用户之后 升了6000万 但其实是有方今天听错 有方今天从头到尾说 在Facebook香港用户跌至500万人 再说社交移民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要完成这件事 其实是要以联计的有方同学 但刚刚所说的例子 里面有方 其实今天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总管全场有方今天的立场逻辑 其实是一句说得完 就是得宜社交移民的可行星 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社交移民 有没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例子 这么多例子的时候 有方今天都是觉得他们不行 觉得他们根本不存在 又假扮看不到又假扮听不到 有方今天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要用法律解决 但如果这件事真的用法律规管 的话 早就规管了 另外其实有方今天只不过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但从来都没有反对过社交移民 是有效对抗到社交媒体霸权的 香港私隐专员 张丽玲曾经说过 虽然国内调管很多问题 但都不属于违法 那当不违法的东西是怎么用法律监管的 有方同学是今天从来没有论证过的 当我们一班用户去转移去其他平台 去打击社交平台的时候 正正做到去对抗他们社交媒体霸权 那便做到我们今天变题所要做的事 所以有方其实今天从来都没有反对过 社交移民是有效的 所以根本没有进到反方 就是人论反了变题 所以今天变题绝对成立了 多谢各位 好 平方法宜时间是3分54秒 无超时不需求分 那现在比赛告一段落了 那大家稍等一会评论去评论 那提提评论吧 我们有最佳的辩论员 所以先选三位比较感兴趣的辩论 那最好的位置就给3分 其次给2分 剩下的的给1分 那如果你们那个分子我见到OK 我会之后whatsapp 送给你们核对分子 给你 是 主席主席,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义父有点不适合,他去了洗手间,所以暂时离开了。 没问题。 谢谢。 那我们现在先请评判给一些评议我们。 首先请会计充学议队教练美政权律师。 是,大家好,是不是应该都听得到? 听到,听到。 是,那评语就不是很多,因为其实大家呢,就是对这条辩题呢, 都已经是将它能够用的地方都用得挺尽的了。 那正方那方面也都尽了,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觉得呢, 正方那个立场是比较是不利一些的,相对来说。 那但是都见到正方呢,今天很努力这样呢,尝试用其他一些的例子, 来去证明那个方法其实本身有效的。 不过是需要时间而已。 所以导致到呢,反方虽然比论上呢,我见到你那个的, 就是有个,就是有个,就是那边提上面先天上, 我觉得是有些优势的。 但是有一些位置是要,就是回应得比较好一点。 其中一件最关键的就是 那怎么样才能够去定到那个的社交移民 就是当大家都同意了社交移民 不只是说单一的事件 不只是说那些人由这个WhatsApp转去Signal 或者由这个Facebook转去Miri的时候 就是不是这个单一的事件 而是可以是有其他的事件的 就是例如你说高登 就是那些人由高登转去联登 或者由Sanger转去Facebook 当大家都承认这些事件都是社交移民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去分析 尤其是反方应该要去分析的 你是有分析到的 其实是捉到鹿的 但是如果有多一两句 是可以很总结性地去讲到 究竟什么的移民是成功的 什么的移民是不成功的 给了很多时间看多是不成功的 这样的话你就会说到 其实在可行性的不大 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回 例如说有这个Sanger等等那些 转去Facebook 或者由MSN转去用WhatsApp等等 这些事件其实你会看到没有一次事件是因为霸权的 不是因为Sanger有霸权所以那些人是社交移民了去Facebook 是因为Facebook的功能比较好 所以他们就移民的 其实是因为功能而去移民 而不是因为从来都没有说因为霸权去移民 如果能够反方是做到这方面的分析 并且能够正面这样去做到一个总结 有方你以为那些霸权是可以的 就是Sanger转去Facebook那些 社交移民是因为他的对抗霸权 那就错了 其实那些人只会因为功能上面的问题 移民了去另一个地方 当然他在高登 去到接着他就会 政方那边都会回应话坏 高登那些都是 反方的回应就有两边 一来就是会去讲他那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霸权 就是他做了一些霸道的行为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一个霸权 那这个是可以回应的方向 但是你都要做到一些更加好的总结和归纳 来去将别人那边那个不合理的地方拿出来 例如说 但是看他是不是 就是他是做了一些霸权行为 但是他算不算是一个霸权 你还要看一下当时市场的情况 当你有Uwans 有这个Baby kingdom等等 你会看到其实他们那个用户人数 其实大家不会相差太远的 当有很多个势均力的竞争者的时候 你还怎样可以说到 就是用他用高登来去类比 今时今日Facebook 有很多社会那样做得一个社稳的社会或团ade 球水平的流 Whenever the State in Japan 就是说 就说 利用到一些相对来说 例如印度等等的例子 或者欧盟的例子就是 因为法律才能够令到它改 相反来说同一件事件 这个社交疑问只能够令到它延迟了 但正方已经去到一个位置跟你说 延迟了也是有用的 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说到 其实延迟了也有用 如果完全没有威胁 为什么它要延迟呢? 其实你应该可以在欠编的时候 反而这个位置你要做即时回应 因为你已经是咬到它们了 已经是卖了长角了 你可以加多一句 原来它欺负你 欺负你几秒就叫做不是霸权了 就已经叫对抗霸权了 你这样去做一些回应 你会更加好 是有类似回应 但是我觉得那句如果再倒入一点 你能够反驳拿到的分数 就会更加高 但是其实今天反方找到订下去的主线 其实都订得相当之不错 正方虽然在一个不利的情况下 但是都已经很用力地去找不同的例子 资料去撑场比赛 所以这个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 希望大家下次继续努力 好 谢谢李靖平老师 现在我们有请英华书院教练 黎仔森先生给我们一些评论 大家好 首先都辛苦了大家 准备了整个星期 我也认同刚刚李靖平老师所说 我觉得这个变题是 正方本身的处境是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似乎 为什么会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想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越说越多的资料 越多的数字 整方就越难回应 但是其实我反而会想的是 其实会不会除了单纯一些实验判断 其实有其他讨论向大家是没有触及到的呢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有其他东西都可以继续说 例如大家说了很多用户方面 一些下载量的数字 哪个罪哪个 大家说了全场 但是社交移民 除了用户方面 这个热潮其实是否会令到大家去想 例如我们是否需要一些替代品 例如是会不会去讨论如何去开发一些新的元件 那其实整个开发的那个研究群体 我想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社交移民这个热潮是否会令到大家会多出去开发一些新的典型 第二件事就是 除了是这些实际有些东西出来之外 会不会大家其实意识上有些分别的呢 例如是当大家看到WhatsApp出了一些新条款 大家都呼吁去转用Facebook 转用MeVR 然后又转用Signal Telegram 其实会不会大家意识上 除了好像以前那样单纯 哪些社交媒体多人用 我就用哪些媒体 变成现在可能是会用之前 都会再比较一下不同媒体之间 可能背后的资讯保安程度 或者对CN的尊重程度 那这些观念上的改变 其实都是一些可以探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似乎 为什么今天政方有点挨打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大家对于成效的理解 可能很集中了 是看一些很实现的东西 例如下载量 公司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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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成效未必是很密切的东西 例如是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甚至乎是当中有触及到 例如是可能形成了一些舆论压力 令到政府会做了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算是政府可以拿出来说的东西 当你开的战场越阔的时候 我想你也可以分散一下今天反方给你的压力 我想无论讨论上的深度 或者是你回应上的时候都可以更加容易 这是一些讨论上我建议大家可以想到一些的位置 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主线怀石说 我觉得今天双方开出来都挺完整 挺好 但是我会略嫌大家有时候一些说法上面可能要再调整 或者是你主线上面其实有一些位置是设定了对你有利 但是你可能表达上面未必表达得好 结果就去到很后期或者没有活用到那些位置 令到你今天的回应上有点辛苦 例如我先说正方 例如正方你其实一开始你如何定义社交媒体霸权 你是说为了自身利益 损害用户利益和剥削言论自由 其实你的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 其实你会不会在后面可以多花一些不密去正乎你的定义 然后用它去回应反方很多对你霸权的攻击的时候 我想如果你当初的定义是开得阔一点 是令到你能够站得舒服一点的话 如果你可以站住这个定义 其实后面一些回应会比较轻松 另外就是你有提到就是说社交媒体很依赖一些用户的数量 和一些广告的收入 其实我再看回你的主编其实有提过一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去到很后期我才感觉到其实你是想说 社交媒体本质就很依赖用户 所以社交移民的本质就是直接攻击这个东西 所以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些位置要去到后期才感觉 那就会令到前面的时候的回应 似乎没有很重点地说到你想说的东西 要去到后面我再慢慢想清楚才想到 所以可能大家表达上面可以再谈一谈 而就着反方呢 我觉得反方今天 因为本身资料上面对你们比较有利 所以其实很多位置 我比较欣赏的是你钉盖的位置是钉得很好 我也很清晰地听到哪些位置 你的战场是占有哪些位置 对面没有回应到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我自己会想的就是 我也认同正方说了一件事 就是其实你似乎都一直在回应Facebook 和WhatsApp 但是其实当正方其实今天都尝试 透过其他产业 例如是说一些媒体产业的 ViuTV和TVB等等去做类比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你都可以 尝试去多点去别人的位置 去做多点即时的回应呢 如果你做到的话 即是别人的类比都可以回应到的话 我想你的分数上面可以再推高多一点 但是我个人就会觉得 因为始终反方今天本身 就是我明白的反方本质上 就是要看正方说什么 但是当整场比赛都是 停留在讨论Facebook 偶要去高登 然后一直就着用户数量 和下载量去讨论 我会略嫌你的论述 到后面会开始有少少重复 所以我想尤其是 就是打反方就是反驳为主 但其实反方我想 辩论除了辩论也还有论 所以可以想一下反方 你会不会背后都可以说到一些 社交媒体它本质上 有什么很佔优的位置 而这些东西是根本性地 不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个体 作为转不同的軟体之间 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才带出一定要政府监管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想多些反方自己 可以做的论述 让你今天的主线更加丰富和有深度 最后就是在问Q上面 我觉得今天大家在答Q上面 有一个位置可以改善的 就是认真地听清了别人的Q 然后先回答别人的Q 我有时候有种感觉 大家似乎今天是回应了别人 问题前面铺垫的位置 作了一些反驳 但是未必真的先回应了别人的问题 这就似乎令到答问题的原意 或者是焦点就有点模糊了 另外就是在问Q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留意到大家 前面的铺垫可能很好 但是那个Q上面就可能有点奇怪 例如其中有一条是 为什么这样也不叫其中一个成效 我个人一听就会觉得 那你和问主线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我想问Q的时候 除了是你前面有一些 新的讲法新的资料 今天双方都做到 非常之好 之外 其实会不会可以考虑一些 出一些两难的情形 逼别人选一遍 会令你Q更加大的攻击力 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辛苦大家了 谢谢黎先生的评论 现在最后我们请加入评论中学 连行对负责老师 王文杰老师给一些评论 我觉得两方 其实可能主要是 站在两个不同的推论上 正方最主要是一种 道理的推演 因为他未必有很多实际的数据 对他们有利 所以他说 他的想法就是当别人离开 然后他就会令到他收益下降 然后那些人不支持他 那就是一种有效去抗 等等等等 似乎集中就是 一些道理上的推论 反方集中就是 通常在数据上 要正方去解释 一些现行的情况 我想这是两者之间的分别 如果正方是 多用道理来作为一种推论的话 我想正方的推论 就必须要有多一些 可能以前发生的例子 甚至是历史事件 那类的情况是 强化你自己本身推论的 合理性在哪里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 因为当反方他用数据 那你就用解释的方式 因为这样就会这样就会这样就会这样的话 那变相呢 你就没有一些很强的地方 去支持自己的说法 那这个是有机会出现一种 比较吃力的情况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什么是对抗呢 似乎听上去呢 就反方的理解 就好像要解决了那个问题 那才叫做对抗 那我觉得正方呢 如果在有效对抗那方面 能够将门栏降低一点 那其实对你来说 可能会有好处会大一点 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 和你是不是对抗到问题 可能在这个意思上 会有点不错 似乎如果你要解决的话 那问题是要消除错 但如果有效对抗 是否等于要消除呢 就是如果我这么说 我说变题将有效对抗 变成是解决 是否两者 就是你们铺垫的内容 或者轮点都会相同呢 其实已经会有些不同呢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可以去想一下 第三样东西就是 因为反方提出的方法 就是一些的立法 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就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这条变题 虽然不需要将两者 进行一种很对立性的比较 那因为呢 变题里面呢 你必须要求你 承认自己的一种方法 可以对抗都未定下 因为在变题的 字眼上的运用 或者理解上呢 它都似乎没有一个意思 你必须要做一个更有效 或者最有效 进行一个比较上的变化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可以再想一下 不过呢 我又觉得呢 就是反方说这个立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我觉得在这个本质上面呢 它可能是有少少冲突的 为什么有少少冲突呢 因为我听到反方的意思呢 似乎那个霸权呢 是不能够去坑洞的 这个似乎是 反方心里面那句话来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提出一些方法 譬如立法呢 本身就是可以来到帮助它 或者对抗到它 其实在这个表达上面呢 我就觉得本身是前后呢 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 就是如果它们心底里面 是觉得不可行动的话 那立法其实在做些什么一回事呢 就是立法是否真的改变了它 但是事实上呢 它好像觉得它不能够改变的 因为你做些什么都不能改变 好了 就算如果真的立法 使它有改变的话 那现在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 那现在现在我们所说的 社交媒体的霸权 是不是消失了呢 就正如正方劫便问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没有了呢 你要不认为 现在是没有了社交霸权呢 因为欧盟的立法 是不是就变了呢 似乎又不是一定是有一种看法 所以我觉得反方的骨子里面 觉得这个是不能够行动的事情 好像是没有东西可以对抗到它 原因因为反方的 无论是心里面想或者表达出来都好 它是觉得有效对抗 是要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要消失了这个事情 但是事实上它所提出的方法 又不觉得明显是另样的问题 会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达上面 或者它的论点上 我觉得本身是一种前后不协调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我给的意见了 谢谢 好 好 多谢黄美思的评论 那现在我们即将宣布赛果 那宣布赛果之前呢 我会宣布最佳变远 那今场的最佳变远是 是凡方一副林浦园团 那今场比赛由正方马利诺修院学校 对凡方拔萃南书院 赛果是0比3 由拔萃南书院成出 对凡方拔萃南书院 对凡方拔萃南书院 对凡方拔营